所以現在香港越來越冤賓難籌給你們 所以一放長假復活節 留在香港就怎樣復活 香港是一個死地 所以只能逃離香港這個地方 才有望復活 整群喪屍 真的像喪屍 我只是看畫面 我想起我小時候幾歲 回大陸 每逢過年回大陸 你都是去羅湖口岸 然後打蛇餅 這些有點相似 不止的 我看Facebook 有些台灣的朋友都在說 整個桃園機場的人都在說廣東話 這麼厲害 現在香港人變成了蝗蟲 很瘋狂 看回頭 01 今天好像說下午的時候 截至下午時候計算 已經逃走了六十幾萬人 真的很瘋狂 是啊 入境處出入境數字 不如看看人家的官方數字 有沒有這麼快賣數 其實只是下午 下午已經六十幾萬 是啊 你看看見 真是很瘋狂 但是我說今時今日 你和我小時候回大陸就很不同 小時候回大陸 因為來來去去 都是羅湖口岸 是吧 嗯 羅湖口岸 你迫爆你只有一個口岸 好像應該不止 還有一兩個 福田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通 但是我小時候 就來來去去 只有羅湖口岸 但現在不是啊 現在回大陸很多口岸 起碼四五個 大佬 官方說的 就有這個 羅湖 洛馬州 香圓圍 港珠澳 還有洛馬州 知善 敏感度 哇 真是多到 你看到 在上水站裡排隊 的人龍 是排到二百米開外 以前你看到這些 以為是水貨客 今時今日拖擊的 不是水貨客 是香港人來的 要不要這樣啊 就是在大陸深圳有什麼吸引力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 深圳的樓價應該高於香港 我覺得 是啊 嘩 多開心可以回大陸 喂 沒有想過 今天 不是啊 如果你看回RTXK的報道 就說 今天是出境人數 接近一百萬人次 接近一百萬人次 不出境 是的 你單是說昨天 那個3月28號 那個出境人 香港 只是計香港居民 那個出境人次 都已經是說 五十二萬了 其實說真的 你戴口罩做什麼 預早也是走的 我不是很明白 這些人還在戴口罩做什麼 你這麼多人的口罩有用嗎 哈哈哈哈 還戴口罩做什麼 真是 現在都沒有什麼疫情 心理 我不明白 那些人戴口罩戴上癮 現在是 習慣了 那些防疫L是 不用這麼瘋了 有大有小 就是 年輕人 一排 我好像見到 是01的記者 就排了半天 四個小時都有 我真的想 就算我年輕人的時候 回大陸 你回大陸過年 都沒有這麼誇張 那有些人 就說 都不是的 你講的 年輕人的時候 我都試過這麼誇張 但就不是在香港 在拱北 因為拱北那個 十幾二十年前 那個安排是很差很差的 所以那個排隊是排得很慘的 從澳門回去 但是你說香港 深圳上去的話 就很多 是啊 怎麼會這樣 現在 你看到 好像真的要 逃爛 相對來說 香港 你在蘇哥 你真是 打斬斗也可以 大佬 是啊 拿跑沒有人理的 在那裏 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 跟得很貼 黃家和說 可以說 慘淡來連用 夜晚的整個市面 都很淡靜 唐食的生意 大約三成 甚至以上的跌幅 放假 我想現在 香港做餐飲 做飲食 做零售 很怕放長假 因為一放長假 那些人就走了 其實是 是啊 沒有錢回大陸 有錢去日台 每個人都是這樣 你看現在 這些真是 有志及興 有志及興 對於深圳來說 當然 這些煩哥的裝置藝術 沒人理會 現在這樣做 香港不是有勝事嗎 不是說 在那個什麼鬼 尖沙咀 那個藝術館外 就放了裝置藝術嗎 沒人理會 有小時候 又是小孩子 你做了多少年 玩厭了香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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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啊 怎樣 玩厭了香港 哈哈哈哈 預計大大都是 預計下來 逗留兩天一夜 怎樣 玩厭了香港 即是香港沒有好處 給你找 嗯 玩厭了香港 神經病 連小孩子都玩厭了香港 真的很瘋 為什麼要這樣 昨天 全港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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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粒劫業消息 關注組 昨天也是用一種 嬉笑怒馬的方式 還是有些怎樣說 雖然自己是香港人 還在留港者 好像有些 劉井下石 現在不是 今天風向好像大變 好像是 完全兩件事 我看兩宋 關注群組 那邊 真的很強調一件事 大哥 你叫我留在香港 沒問題 但你那些事要 值得 每個人都這樣說 不是啊 你現在 就開始認真討論 再搞下去 真的不太行 哈哈哈哈 開始聞到一股糯米 所以現在開始想了 現在輿論大轉向 開始在想 認真在討論 一人一個 留港消費的理由 除了生活必需品 你看看那些人怎麼說 香港是我的家 一起頂住 你說口號 有些事不方便說 只能說 很多事沒得選 但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坑 選了香港 就以他為家 難頂都要頂眼上 這個我相信是真心的 這位朋友就是 嗯 在香港消費有些離地 因為呢 其實是助長地產商索取保利 這個呢 就是 喂 這個人原本 你自己認真討論 自己去討論 真的 哈哈哈哈 然後有些人說 我份量 就是在香港 M記都吃不起 是不是這麼慘啊 現在是 豬葛狗 為什麼要頂啊 政府要幫你頂嗎 啊 就有些同感 有時候呢 感覺好像 只能更富貴 不能更患難 香港一有事 就雞飛狗走 踩到最盡 病了 看醫生 你就不會選不常 不是喔 今天開始有人說 回大陸看醫生很划 哈哈哈哈 然後呢 就有些大陸網民 開始在警告香港 不要再回香港 看醫生賺得好 因為原來 有些人 有些人 我懷疑是新香港人 還在供大陸的醫保 社保 嗯 所以就罵這些人 就說回大陸 賺得好 以我所知 如果純正香港人 就是回大陸去看病 那些 主要就是看牙 那些 要是看牙 其實那個差距比較大 除了看牙之外 譬如補牙 做什麼陶瓷牙 那些 大家都會聽 朱咪咪說 是 香港牙醫真的很貴 這個事實來 相對來說 所以你說看醫生 都未必的 其實 如果你說小病 你不會看醫生 因為大陸 大陸 大陸很瘋 你小病 去抓你打點滴 你不知道 真是吊半日 鹽水 真是瘋狂的 那些 一包鹽水 兩塊水 你大陸 就是這樣 屈你肌 還有 在大陸看醫生 感覺很魔幻 因為 雖然醫生在看你的時候 外面的人 會不斷湧進來 有很多無謂人 都進來 就找醫生 吹水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有些說 是理性少少 這些叫香港穩陣 一點 一點 其實現在都很難分的 有些人 尤其是新香港人 都還是在大陸看醫生 如果你說看專科來說 可能貴一些 馬會消費 就買些希望 現在 我想香港 就可能比較順馬會 如果你說賭來計的話 是吧 就是 買六合彩 大陸人都來香港買六合彩 其實是 不想逼 回鄉證太貴 又沒有申請 其實很足夠的 不逼 排隊幾個小時 乘飛機 沒那麼生氣 食物質素問題 商業生育問題 這些 就浪費了 這些就是 對很多人來說 現在食物 反而回大陸 就更爽快 回大陸吃東西 是吧 嗯 我也說 我覺得很奇怪 榴槤味披薩 我們節目 用來當笑談 有些人罵我們 你自己 你們見識少 榴槤味披薩 什麼不好 這樣也可以 行動不變 其實真的很難搞 現在 你這樣說 每個人都很認真去討論 但是 但是 裡面的討論方向 又未至於說 如果再是不行的話 連工作都沒有了 沒有的 大家都知道 今天這一個帖 都算多人分享 看看現在多少 就是流港消費的你 流港的你 是不是可以去支持小店 一人一個樓房 一人一個樓房 是呀 流港的理由 真的 這是認真說的 但是 但是 反過來 我看現在置頂的那些 就開始在罵 你說倒閉群組裡面 就罵業主的那些 就真的很多 在冷嘲熱縫 業主憑實力買店 你憑什麼叫他們減租 為什麼大家覺得 店舖經營有困難 就叫業主倒閉 就叫業主減租 業主不用供樓的 這句所謂的憑實力 就有些 調刊的意味 就等於說 張秀賢憑實力借錢 是啊 為什麼叫他還 哈哈 我所謂的叫憑實力買店 這就等於 張秀賢憑實力借錢 是啊 這個 要教香港的街店 無論是零售還是食店 首先一定要開熱一點 以我為例 不是 問題就是說 你開夜一點 是不是真的 確保有人流 這個就是 所謂的夜繽紛的理論 你開夜一點 那些人沒有呢 那些人不肯來呢 如果天天都沒有人消費 怎麼會夜市有人來呢 對不對 你說這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什麼 開夜一點 這個帖子呢 在旁邊兩送飯關注組那邊 有人都認真討論過的 他是說 就是疫情之前 就是2019年 那時候 即使通街催淚彈都好 我仍然是會出夜街 去旺角那邊 吃飯 喝酒 但問題就是 疫情打後 林鄭強制要大家 沒有糖吃 六點鐘就要收舖 那我就習慣 五點鐘蛇出去買菜 然後六點鐘准時收工 回家自己煮 我經歷了這三年 他說 即是開鋪那個人 就說 我經歷了這三年 都是習慣了自己 早點回家買菜 煮飯 我就不會再出來的了 也就是說 告訴你 很多人 其實不是不想出來 而是 疫情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 吞不回頭 這個是李思燕 就是翻山李思燕 首先要放多些大陸的三四線地方 讓他們下來站街 是不是 這個 可能你聽起來好像是怪論 但又好像是有些道理 因為為什麼呢 有 你說先 就是這樣 另外 我見有個茶餐廳 Youtuber 叫色良 他今天都做了 早兩天都做了一段片 就是說 現在很多的那些偽兵室 就是什麼 特意開出來 是欺騙大陸客 但實際上就是 你五六十元 就只是給人吃劣食的那些店 現在是大舉的這樣 他説這些茶餐廳 一坐進來 一杯可樂 你都覺得淡 有問題 可樂有淡 因為他是沖水的那些 是啊 他說這些店舖根本就是 他問回那個秀銀 店舖何時開 店舖是1516年開 就是當時自由行 每個人都想要香港情懷 他真的裝修得很漂亮 但裡面的東西全部都是垃圾 可樂都很難喝 在哪裏 一間這樣 在旺角 旺角 旺角還需要香港情懷 是不是 銷給自由行 旺角我記得 有一間 我以前和你做完節目 經常去吃那間米線的 你記得嗎 嗯 十六座 十六座 十八座 十六座 那些豬腸蠻好吃的 那些燕餃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那 但我補充 就是說 這些兵室 他們都期待 熬到開關之後 就整班的自由行 可以亂喊喊喊到整個桌子都是打卡 誰知道每個人都是窮遊 那他們就掉了眼鏡 其實這些人很多都是抵制的 嗯 那去吧 這個李思煙剛才說 為什麼會找多些人下來站街 其實真的有意思 這個說法有意思 可能這個是玩家 雖然那個名字叫李思煙 因為這樣的 大陸呢 雖然你說消費也很方便 什麼都說 即是無現金消費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叫做 喂 有大數據掃黃 在大陸 有大數據掃黃 首先就是大數據監控你消費 那大數據掃黃 他自己本身就是 在公安部 實時監控很多人的消費 那些錢的流量 就是如果你深夜 十點之後 有些人 經常出入酒店的地方 即是有現金交收的 然後呢 就會被這個AI定義了 你就在那裡買飲 嗯 可以這樣的 但是喂 香港未至於這麼糟糕 香港未至於這樣的嘛 是不是 在蝙蝠大廈的的 不是 Na 這時候沒有 那個叫做 這個《微信紅包》 叫雞 所以現在 現在我找到優勢 這個就是優勢 李思煙說的也沒有錯 對 這是 那些就說唯有政府買了吉舖 租約條款好像商場那樣限制營業時間 否則就違約 類似好像現在那個 你這樣說就好像廟街就是差不多 廟街夜繽紛好像他那樣 廟街就不是說買了吉舖 但廟街夜繽紛好像還有些人流 就是政府自己出了很多成本 扔錢出來去資助一些人 其實是開檔的 電啊成本啊那些全部是政府出的 那些呢 都叫做好一點點 是嗎 但是廟街也好像街頭旺的街尾不太行的 是啊 就是那幾檔買得比較便宜的才多人 去到街尾沒有人的 那裡 好了 這個諸葛狗很積極的 什麼抄牌勾車 還有夜媽媽就不要抄牌了 抄到沒有人開車去酒吧 嗯 所以這個要多謝海港城 海港城呢 我們昨天說完那個得證之後 今天那些車都湧去海港城 真的 是啊好事 哈哈哈哈 那就是不免費泊車啊大哥 海港城出的 那是 那不是 有人在我們那裡留言 說九倉正仆街 為什麼 哈哈哈哈 你海港城玩到那麼盡 那你其他的停車場吃屎嗎 哈哈哈哈 哦那他又搶不完的 始終你是尖沙咀 嗯 這個無辦法啊 就算如果你說九倉不搞的話 我又不等於那些客人會去其他停車場幫襯 沒有的 不一定的 其實沒有關係的 是啊 就是你反而 我覺得九倉他自己 你說地區龍頭來講 他帶頭他自己去益街坊 那還有機會可以令到那些人流 去幫探周邊的那些店鋪 其實是 其實應該多謝他 喂喂喂 有一個人可以說啊 如果你說在尖沙咀 你說海港城一帶 除了他附近 那還有哪些停車場啊 我 我真的沒有什麼留意的 香港沒有開車 香港沒有開車 但我不覺得好像有什麼停車場 他搶到哪些人生意啊 其實 你最多 不是K11個幾個 算了 其實他自己吃虧 其實每個人都這樣做 是不是 是啊 就是這樣 好了 就說回這個 這個真的好像有心的 他就說要光顧小店 講得明明是小店 似乎都幾多人響應 是不是 寫下他心目中值得支持的小店 這個時候如果可以的話 就光顧一下 誰 啊 啊 譚小環 是吧 是啊 是吧 是啊 其實就是 這個出帖這個人 是不是本身都是小店 是吧 是啊 本身都是 酒吧來的 是吧 很多人還在努力 還沒放棄 還很喜歡這個地方 如果你說 有些留港消費的朋友 那就幫忙一下他們 就是 每人走一小步 就是同路人的一大步 是吧 是啊 就是這樣了 但是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了 就是 真的慘啊 就是這樣 大家 掙扎求全 你說Lunnypass 他 你看回 其實他那個 位置 真是 真是 怎麼說 旺中大政 其實挺好的 你說約一群朋友出來 喂 這個難貴方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發生 脆可 這個應該是 脆可 藍店 這個應該是 是啊 脆可 現在是 是啊 真的 到 到 都很冷清啊 每個人都在拍照 好瘋 又說集中經歷 去聘經濟 怎樣聘經濟 留在家看衣服 這些人 是啊 Sogo那邊 又是正到媽媽都不認得 嗯 以往這些地方 一去到 復活節 一去到 過時 過節 多人吐的嘛 我記得印象中 沙士的時候 沒那麼嚴重 沙士沒有 沙士最慘 是淘汰商場 其他地方沒所謂的 就是這樣而已 陳啟宗又預言 至少你說 香港的樓價和大灣區趨同 就是說 我都估計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香港至少可以三成跌 香港樓價 但是香港樓價如果跌三成的話 現在沒有跌 即是那個 負資產大概萬幾宗 都尚且如此 都已經這樣了 那個市面 那個市房 如果你說真的來了 殺到了 陳啟宗預言成真 喂 那真是 喂 還得了嗎 其實 哈哈 還得了嗎 哈哈 喂 怎樣算 這樣搞法 沒有 很難想像 Oscar Panzer的說法 拼日韓經濟 大家一起去 如果有人天天在吵架 其實我沒有見過一個地方 吵架是可以罵到錢回來的 天天在吵架人 要是罵外媒 香港沒有人可以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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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在吵架哪些人 為什麼罵我家暴 我喜歡他兩下 吹嗎 你天天在吵架 你自然就不會有人 上你家打麻將 是吧 上你家打麻將 是吧 上來看著你罵人 是吧 幫拖你 在那邊干涉我家內政 嗯 唉 真的這樣說 天天聽到你這樣說 我真的沒有心機過來 是不是 黃家文還在說什麼禮貌運動 就是 他說禮貌運動已經沒有用 就是了 就是了 所以你說多糟糕 之前你說什麼新加坡媒體 那個我們已經踢爆了 就說香港趕客之刀 是啊 大慶城吃屎 叫他 這個什麼聯合早報 說香港趕客之刀 然後陶傑那些有響應 就說是呀 他真的當我真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陶傑 這些聯合早報什麼 你完全不知道 是吧 又跟著說 又說香港那些什麼 又說沒有禮貌 沒有禮貌 不是說不行 但是未至於這麼誇張 不是只是這樣 是吧 現在黃家和就說 你說禮貌 其實就是一種推卸責任的方法 跟葉劉一樣這麼糟糕 知道香港搞不定了 知道現在闖禍了 就去找人去揹禍 對嗎 黃家和現在說的 跟今天星星師傅剛剛拍的那段片 說的都一模一樣 他說 喂 香港的問題是在於所有的東西都 都搶得很貴 嗯 這個貴是有結構性理由的 嗯 是不是先 你說 沒有人講政治 這個page 這個群組 沒有人講政治 哥哥 其實將矛盾 主要集中在 就是買舖的業主 但是舖的業主 你說他想減租 其實是帶攬炒的 其實是 你說 但是業主不知道 不知道租貴是問題 但問題是他自己 他也是做按鐵買舖的 當然 你整班人跟你更輕一模一樣 說 別人的錢 我炒完之後 我躺在那裡 他也是借錢買舖的 他不用還按揭 對不對 他不是一炮過的 他不是拿來什麼 什麼 收息這麼簡單 你市旺就說收錢 就說收息 這樣 你說 在那裡賺錢 現在不是 現在大家都知道 就算市差的話 做不到租 都不會有人來光顧 尤其是做商場那些 喂 我肯減租 我肯減租兩成 減完兩成就回不了頭了 所以我寧願丟空那間店去 只要我捱得住這個浪 只要我自己有現金可以撐住的話 我就寧願丟空他 好過現在認輸 一認輸的話 就回不了頭的 但是現在的情況也不道理 不認輸 因為現在 香港人 消費者 大家有共識 有錢都不在那裡消費 你就算磨爛值也沒有用 一切都不開心 第二真的沒有錢 磨爛值也沒有用 給錢消費 至少想買開心 買不到開心 其實也是一個惡性循環 有大壓力 做店舖的又大壓力 又要交租 那自然就沒有什麼禮不禮貌的問題 是嗎 沒有心機做搞到 沒有心機做 或者是